自己种的菜呢就比较放心给狗子吃啊 要是市场上买回来那种菜 我都不敢给我家狗子吃 所以把这块地给下了底肥了 今天呢把这块地也全部给他收了 来我们来收菜吧 这些都是我之前种下去的上海青 然后呢夏天的时候 我测试了一下看看能不能度下 在苗期的时候呢有很多那个 技码来危害它 导致它的叶子全部卷起来 然后高温呢又导致它长不好 现在呢气温降下来了 它终于可以慢慢的长好了 但是呢这片菜地我要重新种别的菜了 所以我就要先把这些苗给它 全部把它收起来 像这个菜 昨天晚上上来一看 全部是窝流在上面啃 这叶子全部是被窝流啃的 啃的一个洞一个洞的 像这种有窝流的话其实很简单 把那个茶籽粉拿去泡水泡50倍的水 然后呢往上窝流出来的时候你就来喷啊 喷一下那窝流就全部挂掉了 你看这些外围的叶子都不能吃 外围的叶子掰掉 就虫啃过的 掰掉 中间人就拿去炒来吃啊 现在种菜还是要遵循自然规律的 夏天太热了 那些不赖的菜就不要种了 要不然就会很糟虫的 你们看这个叶子背面啊 这样黑黑的黄黄的 褐色这就是被这个祭马危害过的 祭马就去盯着叶子背面 导致这个整片叶子就不能吃了 那基本上栽带就可以吃了 不要浪费啊 这一棵呢是我菜里面长的比较好的一种 芹菜比较赖乐的 叫树生青梗小白菜 它中间的这个芹的口感是比较好的 外面的老叶呢就不太好吃了 但是它在夏天非常的耐热 然后呢又看病虫害 它这个生长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比别的菜来说可能是快了一倍吧 你看像这种芹就比较嫩 这棵好像也挺大棵 给它这个根给它修掉一下 这还有一只蚯蚓 小蚯蚓 蚯蚓是我菜园子里面的好搬手 帮我松土帮我施肥 我的那些羊粪呢撒下去 它就会帮我把羊粪给吃掉 然后变成蚯蚓粪 这可以不要 你看这个梗有点老了 你看有些筋连着 反正我的邻居我的亲戚又有菜吃了 我自己吃不完这么多 但是必须得摘掉 要不然今年冬天跟春天就没有菜可以吃了 这个龙葵我菜地里面到处都是 但是呢 我又没怎么吃它 据说是可以吃的好这个叶子 你看这叶子背面 全部是这种牙虫 这牙虫 这水冲一下就可以吃了 只是说我们要先进行一个清源的工作 让冬季跟春季的蔬菜没有虫害 尽量避免虫害 这棵比较大棵 感觉长着大棵的牙虫比较少 牙虫比较喜欢那些 比较弱小的植物 它觉得你抵抗力低 它就会大量的在上面繁殖 哇塞 这棵蛮大棵的 你看 把它外围的叶子摘了 老叶 今年我要养鸡了 要不然这些烂菜叶好浪费 这棵不要 就这样了 自己种的菜呢 就比较放心给狗子吃 要是市场上买回来那种菜 我都不敢给我家狗子吃 我自己种了 我直接就给它吃了 生吃 吃的嘎巴脆是吧 那这两家菜呢 我就收完了 这一段菜叶呢 直接就来去做堆肥了 那我今天就收获了这么多的菜叶 可以够我吃好几顿了 那如果你想要自己在家 种植健康的蔬菜呢 可以关注我的后续内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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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